6月发生的渤海湾漏油事件到目前易游问题仍然没有停止 长达一公里的油袋漂浮在渤海湾上 造成了几千平方公里的海洋污染灾害 有媒体比较渤海湾事件和去年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可以看出两国政府面对重大污染事件的处理态度完全不同 这个月24号中平社北京报道 环保人士汪永辰指出 自6月4号渤海湾漏油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了 国内媒体虽然零星报道 不过并未在国内引起广泛重视 对照去年4月在美国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两国政府在面对同样的环境污染灾害时 明显不同的处理态度 报道指出 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受到新闻媒体的大理报道 成为美国重大环保事件 发生的第二天 美国政府媒体环保组织透过网络 随时向民众报告最新消息 即使远在太平洋对面的中国民众 也可以透过媒体看到许多令人震惊的污染画面 五天后 美国官员赶到墨西哥湾 第八天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赶往现场关心处理状况 但奥巴马和其他官员却受到民间批评 因为美国民众认为官员的反应速度太慢了 反观中国的渤海湾漏油事件 6月上旬发生后 直到7月5号 才由国家海洋局对外通报 证实了这次污染事件 在此之前将近一个月内 人们只能通过新浪微博 以及记者传出的内部消息了解现状 直到7月11号 官方才首都证实至少有840平方公里的水域受到污染 对此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司长李小明的说法是 因为意犹的原因很复杂 污染面积 发生原因等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得出结论 报道还指出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8个月之后 美国媒体又进行了新一轮追踪报道 关注墨西哥湾污染事件的后续赔偿问题 与环境复原进度 对此 汪永辰感慨 渤海湾漏油事件发生以来 国内媒体几乎都是淡化处理 也许因为中国还有太多事情需要报道了 不过汪永辰也猜测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近年来 中国沿海海域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 中国之声25号报道 不止这次的渤海湾漏油事件 以山东省为例 2010年 烟台市海洋环境公报指出 去年 烟台近海发生了三起赤潮 最大面积6平方公里 往海中北部海域持续一个多月 发生大面积虎台滤潮 光是打了清理的虎台 就超过了9800吨 去年 烟台市监测的19个 由陆地排污口排放入海的污水总量 达到了3亿2000万吨 这些都让中国沿海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甚至造成民众因使用深海鱼 发生重金属拱中毒等问题 新唐人记者曾耀贤 郭靖综合报道 都WER 郭靖综合 进民众因缩